澳门各个娱乐场的人气指数及营钱难易到如何? 我来粗略讲讲 首先来讲一下人气比较旺的金沙系列的威尼斯人 威尼斯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场 人气也是相当旺 威尼斯人百家洛的头注额最低注码起步比较大 但据说天路比较小 银河娱乐是人气旺 娱乐场也很大 跟威尼斯人差不多 感觉上银河的牌比金沙系的要远一点 看起牌尼相对舒服 银河业绩好营美多 因此有人就说银河钱难赢 但我也看到有大客在银河迎钱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人气第二党的美高梅 新豪和永利 永利的环境没得谈 整体格局色调比人感觉很舒服 美高梅和新豪 是很多大玩家的常驻地 据说这两个场的天路比较多些 因此 在这两个场营大展的赌客逆时有出现 至于伦敦人 则是英伦气势 但据说他的百家洛一盒牌 是有十库牌这么多 不知道牌多对于赌客迎钱来说 是难了还是容易了 第三党是人气的 是半岛市区的娱乐场 这些娱乐场最低投注额 也相对比较低 还有就是玩家中老人战比较大 这些位于老区的娱乐场 比较适宜小岛移情的普罗岛客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 这些娱乐场 再次娱乐场 这些娱乐场 你们可怜 是不可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